十二強一組預賽 兩勝一敗的荷蘭 要交手一勝兩敗的波多黎各 荷蘭贏球就能晉級八強行列 這場推派前同一式的 羊將馬蒂斯掛帥先發 而風車大進之變來勢洶洶 第四棒的Bellantide安達 幫助球隊在一局下半 限制得練 之後呢 他沒有利用對方投手控球 不理想 滿壘凹到保送再下一城 來到二比零的優勢 到了二局下半 波多黎各的先發 都是Gonzalez 還是沒有穩定下來 第一棒的Odober好不囉嗦 旁出中右外野方向 兩分打臉的全來打 一棒幫助球隊來到四比零的優勢 這一空也幫Gonzalezke打退場 而荷蘭這邊 打線的隱形也跟著被點燃 各個殺紅眼 總計這個半局打了十個人次 揮出六局的安達火力羞猛 攻下了六分大局來到八比零的領先 而落後的波多黎各 算三局上半 從馬蒂斯手中揮出羊春炮 但五局下半 荷蘭的Odober又過來了 單場雙翔炮的演出 幫助球隊再度要回氣勢 馬蒂斯這場先發五局只掉一分 剩下四個半局就看牛棚隊友表現 無奈退場之後 中擊投手壓不住 六七八局集中丟掉了六分 讓對手追到七比九只有兩分落後 要不是他們的跑壘出現瑕疵 第三個出局數 在八局上半出現的 三壘跟本壘間被夾殺 戰況肯定更緊張 而差點浪費前兩局八分優勢的荷蘭 不想在夜場夢多 八局下半的Odober貢獻了關鍵安達 一口氣送回德烈圈上的兩名隊友 而在第八局提前上班的荷蘭 爭執著Vemil漂亮演出三場三下 中場荷蘭是一比七擊敗的波多黎克 預賽戰績三勝一半也確定晉級八強行列 本來提訊小金窗 黃花君 綜合報導